大家好,我是Melon树 叫Melon,西瓜,老瓜都可以哦 这次来说一下博特邮左轮皮球枪的制作 首先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将模型发布在makeworld上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打印,也可以代打 还请代打和展示视频时写明作者的出处 一请各位不要将模型二次发布 感谢支持 那么言归正传 来说一下制作过程吧 首先除了打印件 你还需要准备这些零件和工具 打印件是可以随时拆装的 所以你可以根据需求去改变颜色 压缩包里给出了原厂的配色 枪管有两种长度去选择 除了造型也影响皮球长度 首先我们给机器安装两处磁铁 大小都是5x2毫米磁铁 接来安装枪管 使用一根M3乘25螺栓去固定它 这里先给转轮推杆安装磁铁 注意它的磁机方向 再用弹钞白杆压住转轮推杆 插入这个机匣的圆孔中 安装机唇 注意方向对正后再插进去 给机唇和扳机拧入M2x5的螺栓 注意两头不要突出零件表面 如果突出了可以用搓刀修整 扳机上塞入42毫米磁铁 机匣插入M2x10螺栓再把扳机插进去 弹钞的卡子也塞入42毫米磁铁 方向与扳机磁铁是相互排斥的 准备压扁长度约为70毫米的皮筋 两头分别套在机唇和扳机的螺栓上 接来安装弹钞右侧挡和拨杆 用M2x5毫米螺栓固定在机匣上 在内侧也有一个M2x5螺栓用来固定它 弹钞好之后检查机唇运行是否顺畅 弹钞左侧挡和机匣盖板上有5x2毫米磁铁 互相吸住 机匣盖板插入方轴来固定弹钞左侧挡 至于弹钞左侧挡突出的部分要在机匣的凹槽内 把方轴插到底 再在圆弧槽内给弹钞左侧挡拟一根M2x5螺栓 保证弹钞侧挡将能顺利归位 最后盖上机匣盖就可以了 使用三颗M2x5毫米螺栓固定 并再次确认运行是否顺畅 弹钞和弹钞白杆 也要用3x25毫米螺栓固定 注意不要拧太紧 给弹钞安装定位磁铁是5x2毫米 注意要和机匣上的磁铁齐合 只为了让弹钞停转后归位 固定好磁铁就可以盖上弹钞的尾部了 使用三个M2x10螺栓固定 最后再用M2x15螺栓固定弹钞白杆 测试一下弹钞的运行状况 接下来安装扳机护圈 使用M2x10和M2x20螺栓固定弹钞 安装转转卡子滑块和翘尾巴 确定安装面平整后用502粘合它们 注意翘尾部的方向 加上盖旋入M2x20毫米螺栓 将皮尖转轮和它的电圈粘合 再装入机匣上盖里 机匣侧侧面和翘尾巴装入5x2毫米螺栓 让它们相互排斥 再把转轮卡子滑块装进机匣上盖里 确认它们运行顺畅 枪管装上前转型 绳螺栓固定机匣的上盖 但虽然能完成后也可以用2毫米轴来代替 使用M2x5螺栓固定握把片 插入握把标志色 粘合樱头的这个标志 樱头可以使用分色打印 也可以手工上色 最后安装 左轮上面的各种装饰件就可以了 测试一下功能 安装就算完成了 弹槽里可以插入小碗来放入糖果 这个游戏的建模其实是有一些和现实相悖的 比如弹槽摆杆和弹槽释放的造型 建模式应该没有考虑实际结构 我不得不进行了一些摩改 最后关于射击部分 跟枪管去选择合适长度的皮筋 我使用的是文具店里面的得力皮筋 上弹时压下机唇套好一个皮筋 拨动转楼 确认转楼卡死后再装下一个皮筋 一定要注意安全 保护自己和他人不受伤害 最后感谢观看求一波三连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